第126章 简威的表情渐渐痛苦 她看着我许久 终于反问道 看不起你 如果我看不起你 会和家人闹翻 从上海跑到苏州和你生活在一起 每天吃的是泡面 炒饭 穿的是网上买来的地摊货 当然 这也没什么 因为都是我心甘情愿做的 甚至觉得 是一种同甘共苦的快乐 我感到窒息 好似无视时光的侵蚀 回到三年前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那年 我们在冬天抱着一只热水物取暖 吃着同一盒薯片 看电视取乐 对 那时候的我 就是那么的贫穷 租不起有空调的屋子 也没有闲钱 带她去看一场电影 但她依旧跟着我 听我弹着吉他 唱着那首私奔 然后感动得掉泪 我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半赏 对身边的简薇说道 对不起 我不该那么问你 可是 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 简薇的神情有些恍惚 许久 在哽咽着对我说道 我们都做错了 而我更错得离谱 错到 我们必须要分手 什么错 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终于害怕 在我们两人之间存在误会 不要问了 我们已经分手三年 所有真相 都已经随着这三年的过去 变得没有意义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 只会让我们加倍地去体会 曾经的痛苦 我不怕痛苦 我要真相 三年前你为什么不要 现在我已经和相晨在一起了 或许很快就会结婚 你觉得还有要的必要吗 我 我忽然说不下去 李智告诉我 简薇说的都是对的 真相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 除了痛苦 什么也得不到 沉默中 寒风吹起了河面的波浪 于是霓虹在河面的倒影 也开始不安地抖动了起来 我的心情随着没有规律的抖动 而慌张 因为全世界都那么脏 才会找到最漂亮的愿望 赵阳 我会一直默默祝福你的 直到你找到那个 最漂亮的愿望 我无法理解简薇想要和我表达什么 还想追问 他却已经起身离去 然后将最决然的背影留给了我 仿佛告诉我 所有过去的一切 终将化作怀念淹没在岁月中 没有必要再去探究什么 可是到底什么才是我要去追寻的最漂亮的愿望呢 是那座天空的城 还有城池里长发垂间的美丽女子吗 我无法确定答案 夜雪忽然黑得深不见地 我该回去了 因为暂时看不到天亮 才会看见自己最真诚的梦想 而我的梦想一定不在这条流淌着虚妄的护城河里 回到住处 我心神不宁地打开屋子的门 却意外地发现 鞋架上多了一双女士的冬款长靴 然后我便看到了 坐在沙发上看着文件的迷彩 又忽然想起几个小时前 我们在CC的餐厅弄得很不愉快 难道他是来兴师问罪的 我来到迷彩的身边 疑问道 你怎么来了 我的房子 我不能来吗 你不是租给我了吗 迷彩放下文件 抬起头看着我 我是租给你了 可是你给我房租了吗 你上次说不用给 买些盆栽放家里就行了 怎么着 你是想出尔反尔吗 那你买的盆栽呢 我还没有时间买呀 但是我肯定会去买的 没有时间 我看你挺闲的呀 还有空玩赛车 我终于确定 迷彩就是为了那个魏以然来找我茬的 顿时不爽地说道 我乐意玩赛车 就不乐意去买盆栽 怎么了 所以你就是一个没有风度 没信用的无赖 一辈子都改不掉 迷彩的冷嘲热讽 让我愈发地憋屈 看着他半晌 怒道 我是无赖 我是没风度 就你那朋友是偏偏君子 行了吧 你干嘛要拿自己和他做对比 对呀 我干嘛要拿自己和他对比 瞬间有点心虚 你管我和谁做对比呢 说你来这的目的 我那边的房子让给魏以然住了 不来这里 去哪 迷彩的回答让我一愣 这是不是说明 迷彩介意和魏以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却不介意和我住在一起 我当即问道 你是不是挺不介意和我住在一起的呀 介意 所以待会儿你去住酒店 这几天你都得去住酒店 我在自作多情中羞愧难当 也更恼火 几步走到迷彩身边 快贴着他的脸 怒道 凭什么呀 你怎么不让你那朋友去住酒店 我告诉你 小爷我哪儿也不去 你 迷彩气得说不下去 战局瞬间扭转 我有恃无恐的说道 别做无谓的挣扎 但凡事都得讲一个理子 房子你已经租给我了 现在你可没有使用权 至于那个盆栽的事情 你事先也没限定我什么时候买 我明天补上就是 所以今天晚上你能不能住在这里 还得征得我的同意 那你是要我去流落街头吗 嘿嘿 你可不会流浪街头 你那么有钱 哪怕是出去了 也是住五星级酒店 而我就不一样了 要是真被你赶出去 不是去住小旅馆就是真的流落街头了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可怜 可怜不是说出来的 也不是装出来的 自从我们认识以后 我怎么活的 你不清楚吗 迷彩沉默 好似在回忆我们认识后 我活的是多么的穷乏 许久终于对我说道 那我去住酒店吧 说完便从沙发上拿起了自己的手提包 我从他手上抢回了手提包 又放在了沙发上 都几点了 你就别瞎折腾了好吗 又不是没一起住过 你赶紧洗洗睡 明天不是还要去上海的吗 你怎么知道我明天要去上海 你今天早上和我说过 赶紧去睡 明天早上我给你做早饭 不比你住什么酒店强啊 迷彩看着我很顺从地点了点头 然后回自己房间换了衣服 又去卫生间洗漱 我却因为这个夜而疲倦 坐在沙发上 点上一支烟缓解着这种身心俱疲 却已经忘记了迷彩还在屋子里 要是见到我在客厅抽烟 又得数落我了 第127章 好在迷彩洗漱的时间够长 我吸完烟后便打开了窗户 很快屋内便没有了烟味 一切恢复如初 只是我的烦闷 却未能随着烟雾飘散到窗外 头脑里满是简威离开时的影子 迷彩终于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虽然此时的她素面朝天 可美字仍好似刻在了她的脸上 以至于夜深人静时 我觉得她是如此的不真实 我觉得女人真的不应该美成这个样子 她该平凡一些才好 高阳 今天你去和卫校赛车谁赢了 我 哦 十万转的马达果然厉害 还好 迷彩并没有发觉我不太愿意说话 又追问道 那她请你去吃肯德基了吗 没有 我请的她 不是你赢了吗 以你的品行 会轻易放了小胖墩 迷彩的话 让我想起卫校孤苦的身世 心思又被拉了回来 拍了拍沙发 示意她坐下来说 迷彩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好似对我为什么会烦请小胖子吃东西充满兴趣 我在情绪的低沉中将卫校的身世告诉了迷彩 说完我看着她 却发现她哭了 情难自禁地哭了 我这才意识到卫校的身世和她很相像 区别是她有充裕的物质去填补生活 而卫校除了一个相依为命的爷爷 什么都没有 我从纸巾盒里抽出一张面金纸递给她 她擦着眼泪 却依旧哭得很伤心 或许这就是感同身受的痛吧 我有点埋怨自己 我不该和她说起卫校的身世 夜深人静时 一个女人在自己身边柔弱地哭着 让我的内心充满煎熬 却又不知道怎么安慰 只怪夜让人感性 无措中我对迷彩说道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把肩膀借给你哭一会儿 迷彩真的趴在了我的肩膀上抽气着 好似找到了一个倚仗 哭得更凶了 其实我懂她此刻的心理 她是累了 她真的很想念她的父亲米中信 如果米中信还活着 就不会让米中德操控着卓美为所欲为 而她也不必如此孤苦地 去面对残酷的商业争斗 依然是那个被父亲庇护着的千金小姐 许久 迷彩终于离开了我的肩头 可却在我的外套上流下了一片泪迹 她抽出纸巾擦掉了脸上的泪痕 抱歉地对我说道 你的外套 等我有空送去干洗吧 不至于 我不嫌弃你的眼泪 米采的情绪已经平复了些 她看着我说道 你没有听过眼泪鼻涕一大把吗 你的意思是 你连鼻涕也蹭在我衣服上了 难过的时候谁还顾得上那么多 所以真抱歉 弄脏了你这么帅的夹克 我打量着自己的夹克 随机感叹 你这么一说 好像真的挺帅的啊 随机便和米采相识笑了出来 而此刻的我们 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 减轻着情绪上的压抑 笑过后 我们又沉默着 因为所有的苦中作乐 都是暂时的 而痛苦 却已经刻进了骨髓里 许久 我终于向米采问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个魏燃 在你人生最苦痛的时候 一定陪伴着你 给了你很多的帮助吧 嗯 就是他教会我弹吉他的 如果没有他 我不敢想象自己要怎么熬过那段日子 我沉默 心中却有些羡慕未然 如果那时候的我遇到米采 我想我也会教他弹吉他 其实我还是蛮幸运的 在美国有他这个朋友 回国又遇到了你 又因为你 我认识了CC和罗本 你们都对我很好 我有些失落 或许米采对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我只是他所有朋友中的一个 我掩饰着失落 笑道 你可不要掉了伤疤忘了疼啊 我对你很好吗 我可还记得我扔了你的被子和床单呢 可是你现在不会这么做了 对吗 别说的这么肯定 人和人的关系是基于了解后 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那个时候的我 也恨不能把你送进派出所 可现在的我 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了 虽然你还是原来的你 但我却更加的了解你 我很认同米采的说法 更感受到他心思的细腻 虽然他看上去淡漠 但内心的世界 却和我一样的丰富 在我感知和揣测他的同时 他也在感知我 揣测着我 但是 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 转变成现在这样的呢 我不希望是因为 我曾经帮助过他 更希望使日积月累的 细微生活改变了我们 也更深了 米采也更安静了 看着他 我疲乏的心 忽然一阵悸动 这一刻 我不愿意再想起 那些让我伤痛的过去 我想和他表白 可是却开不了口 我觉得他没有理由 该成为我朝阳的女朋友 就算他真的要找男朋友 也应该是那个富有 且在他痛苦时 同样给过他许多安慰和照顾的未然 于是 我的表情越来越挣扎 米采注视着我 疑惑地问道 赵阳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米采看着我很耐心地等待着 呼吸好似有些急促 又好似没有 总之这一刻我充满紧张 无暇细看他的表情 那个 我的夹克你拿去干洗了吧 我说着 从身上脱下了夹克扔给了米采 米采接过我的夹克 半赏对我说道 这个事情 你也要这么吞吞吐吐地和我说吗 那要怎么和你说呀 米采没有再回应我的话 将夹克叠好放在了茶几上 许久才对我说道 时间不早了 我去休息了 哦 好 那你也早点休息吧 哦 对了 等我从上海回来 我们一起去找卫校吧 我想帮帮他 好 没问题 我赶忙应了一声 米采又看了看我 却没有再说什么 然后从沙发上起身 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于是空荡的客厅里 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赶忙跑到阳台上 给自己点上了一支烟 心中一阵后怕 刚刚幸好克制住了 我很明白 夜深人静时 人是极度感性的 一切基于感性的表白 都是在耍流氓 我很不愿意在 迷彩的人生中 留下流氓的一笔 其实 更害怕被拒绝后的苦痛 第128章 抽完一支烟 我回到客厅 好似空气里还 迷留着米采身上的 女人幽香 可我却快遗忘了 刚刚要和她表白的冲动 于是我觉得 只要不见到她 我都是理性的 洗漱之后 我收起了一切情绪 躺在床上 而那些想不通的事情 我选择遗忘 因为这样会好过一些 很多时候 我真的不太愿意 太认真地活着 次日 我一早便起了床 却不想米采 比我起得还早 以至于没有机会 为她做上一顿早餐 却更期待 今天下午 她便会从上海回来 然后我会为她 做上一顿晚餐 或者夜宵也行 酒吧不营业 我这一整天 也变得无所事事了起来 我想兑现诺言 去花木市场 买些盆栽 可最后却放弃了 因为我更希望 用仅有的钱 为米采 买一辆油动力的赛车 我打算将自己 这辆改装过 性能还算不错的赛车 卖掉 然后加上身上的钱 勉强可以买一辆 油动力赛车 送给米采 我打开了电脑 准备将赛车的信息 和照片发布到网站上 却恰巧看到 一辆油动力的赛车 正放在网上卖 看了下配置 都是比较顶级的 但是卖主的要求 却很奇怪 她想以车换车 而且是换一辆 电池动力的赛车 我当即和她取得了联系 才知道原来那辆油动力赛车 也是她买给自己儿子玩的 却因为操控难度高 小孩子根本掌控不了 可放置着又觉得可惜 所以打算换一辆电池动力的车 给儿子先练手 当然如果要换 还是得补贴给她一些钱的 毕竟两种类型的车 差价很大 我约了她到 卓美购物中心的门口见面 然后将自己的赛车给了她 又补给了她两千块钱 最后顺利地完成了这笔交易 当将这辆油动力的赛车 拿在手上时 我心中充满了欣喜 我的欣喜 源于迷彩 见到这辆赛车时会欣喜 于是我更加的期待 迷彩会在今天晚上之前赶回来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把这辆车送给她 我拿出手机 当即给她发了一条微信 今天晚上会回来吗 片刻之后 她回了信息 不回了 魏然也来上海了 今天晚上 打算陪她在上海逛逛 看着这条信息 我好似被迎面浇了一盆冷水 心中失落 可又无可奈何 毕竟迷彩没有义务 每天和我待在一起 毕竟她有她的朋友 我看着手中的赛车 一阵无奈地苦笑 也没有再回迷彩的信息 只是将手机 又放回了自己的口袋里 今天轮到罗本去酒吧监工 于是我更加的无事可做 便带着刚换到手的赛车 打算去广场显摆显摆 然后借此排遣掉 心中因为迷彩 今天晚上不回来 而产生的失落 来到广场时 已经是黄昏 而这也是广场一天中 最热闹的时刻 所以会看到一对对情侣 热情地拥抱在一起 时不时地啃对方一口 又会看到年轻的父母 带着满足的笑容 看着自己正在戏耍的孩子 可这些别人的幸福 却将我映衬得更加孤单 连抽根烟都得躲在树后 生怕被广场的管理员逮住罚款 终于吸完了一根烟 我又从树的后面走了出来 然后将赛车放在了地上 自娱自乐地玩了起来 赛车强悍的性能 很快便吸引了许多小孩前来围观 在他们叽叽喳喳的声音中 我也终于排陷掉了心中的苦闷 我举着赛车对一群小孩说道 你们都给我听着 想玩我的赛车就得叫我一声大哥 谁叫的最响亮就先给谁玩 顿时一个牛逼的小孩 扎着马步气沉丹田 带着爆破音喊了我一声 大哥 见他喊得这么撕心裂肺 我也不好意思食言 便将遥控器递给了他 却又生怕他操控不了 撞坏了这辆我要送给迷彩的车 于是又十分紧张地死盯着 等几个孩子都玩了一遍后 我终于松了口气 收回了赛车 坐回到长椅上 看着那群扔意犹未尽的小孩 又随之想起了微笑 今天他好似没有来广场玩车 我四处看了看 意外地在广场另一边的角落里 发现了微笑 他好像摆了个什么小摊 我不太看得清楚 便起身向他那边走去 我站在微笑的面前 只见他坐在一张小板凳上 身前垫了几张报纸 上面放着一些手工编制的手提栏 他随即发现了我 很开心地向我喊道 张阳 你怎么又来广场了 我上次让你喊我什么的 嘿嘿 大哥 微笑嘿嘿笑了一声 又改口喊我大哥 并且将自己的小板凳 很客气地让给了我做 我看着这些手提栏向他问道 这些都是你爷爷编的吧 嗯 十块钱一个 你要买一个吗 小东西 真会搞推销啊 微笑绝着嘴 语气低落地对我说道 今天都没有人买呢 我不想他太失望 便从钱包里抽出十块钱 递给他 说道 那成 我买一个 编得挺漂亮的 微笑又笑嘻嘻地 从我手中接过钱 大哥 你真是个好人 我要是像你这么有钱 爷爷就不用天天编篮子了 我算哪门子有钱啊 你就是有钱 你都吃得起 肯德基和麦当劳 微笑的幼稚 却让我有些伤感 在明星随便走个秀 都几十万出场费的今天 却仍有一个孩子 天真的觉得 吃得起肯德基和麦当劳 就算有钱 我真的不知道 这到底是讽刺的是哪个阶层 心中重重一叹息 只恨自己没有能力 现在我能给予 微笑的帮助 也仅仅是请他去吃肯德基 再买上一只 手工编织的手提篮 我决定再多帮微笑一些 于是 回家拿了自己的吉他 坐在他的小摊边 充当着流浪歌手 开始了街头卖唱 很快便有人 向我们这边聚拢了过来 这些人中 有看到微笑可怜 买了他编织篮的 也有听完歌后 扔了些岁钱给我的 总之在这个黄昏中 我和微笑因此赚了些小钱 天色终于暗了下去 气温开始骤降 广场上的人也少了一些 我将路人们给我的钱 全部送给了微笑 收起吉他准备离开 却忽然看到远处一个曼妙的身影 向我们这边走了过来 我看不太清 但随着他越走越近 才发现真的是迷彩 他竟然从上海回来了 我随之疑惑 他不是要陪魏燃的吗 第129章 我有些发愣的看着越走越近的迷彩 身边微笑一声惊呼 哇塞 大哥 裁判姐姐来了 我眼不瞎 你把持一点 别乱叫 微笑冲我吐了吐舌头 果然是小孩子星星 而迷彩也已经来到了我们面前 此时 他的身上还穿着商务装 好似没来得及换上厚衣服 于是 在这个冬天的傍晚 他在寒风中看上去更淡薄了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去 我估摸着 不会再有广场管理人员出现 便明目张胆地从口袋里抽出一支烟点燃 吸了一口 向迷彩问道 你不是要留在上海陪魏燃的吗 我觉得 你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我 迷彩的回答让我一愣 你这么判断有什么依据吗 因为你很少主动联系我 后来我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 肯定是因为失望心里不快活了 你蛮小气的 我当即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果然有迷彩后来给我发的微信 询问我有没有什么事情 可是我一直在嘈杂的广场玩赛车唱歌 根本没有听到微信的提示音 我将手机凑到迷彩面前 看到没 你发的信息我都没打开 所以不是你说的小气 是根本没有听到 话刚说完 我心中却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上次我在徐州时 因为联系不上迷彩 差点连夜从徐州赶回到苏州 寻找他的踪迹 这一次 迷彩以为我失望 要从上海赶回到苏州 虽然上海到苏州的距离 要比徐州到苏州的距离近上很多 但也足够说明 他是在意我的 赵阳 醒醒 千万不要自作多情 我赶忙又心有余悸地提醒自己 那是我误会你了 我昨天说过让你带我来找微笑 我以为你今天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要不然我不会回来的 迷彩的话 真让我庆幸事先提醒自己 不要自作多情 他只是为了和他有同样苦痛的微笑 才从上海赶回来的 否则也不会找到这个微笑 有可能会出现的广场上来 我还没有说话 微笑却疑惑地看着迷彩问道 裁判姐姐 你为什么要找我啊 迷彩摸了摸微笑的脑袋说道 因为姐姐想帮你 微笑面露喜悦之色 那你买我爷爷编的篮子吧 蝶兰爷说编的很漂亮的 这个时候 我也不和微笑计较 他习惯性地喊我朝阳 拿开了迷彩摸着他脑袋的手 然后自己摸住 意味深长地说道 傻孩子 你的目光要放得更远一些 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 人傻钱特多的姐姐 买一件肯德基送给你都是小意思 微笑张大嘴看着迷彩 迷彩却瞪着我 我很傻吗 谈不上聪明 我没有底线地损着迷彩 如果他也傻的话 天下恐怕就没有聪明的女人了 却不想话音刚落 不知从哪冒出来一个广场管理员大妈 冲我一声怒吼 那个抽烟的小伙子 你把烟给吸了 说完快步向我走来 那架势不罚我个百来块钱 都不解他心头之恨似的 我将烟往地上一扔 对迷彩和微笑说道 肯德基 待会儿肯德基会合啊 说着 人已经背着急 他绝尘而去 片刻之后 三人在肯德基碰了面 我略带得意地说道 怎么样 我的速度还可以吧 明明是不讲功德后的落荒而逃 为什么你还能说出 沾沾自己的味道呢 真是奇葩 那你刚刚有没有吸到我的二手炎 吸到了你就是我的同伙 不比我高尚到哪去 真是百年难遇的奇葩 逻辑更奇葩 迷彩无语的表情看着我 站在两人中间的微笑 也插话道 大哥 你刚刚还不如不跑呢 那个大妈和裁判姐姐要罚款了 我向迷彩问道 你给了 不给怎么办 我可没有你那么厉害的速度 那你可不就是我的同伙吗 要不然你干嘛帮我交罚款呢 我的逻辑完全没有问题啊 而且我刚刚说你人傻钱多 也没说错吧 我抽烟是为国家的烟草税做贡献 凭什么罚我这个良民的款 你刚刚跑那么快不累吗 现在还能说这么多废话 你这么一说还真的挺累的 赶紧进去吃东西啊 你请客 三人在肯德基吃了些东西后 迷彩便开着车和我一起将魏肖送回来家 魏肖和他的爷爷住在本市已经很少能见到的一个棚户区内 居住环境不是一般的差 甚至车子都开不进去 我们只能步行着进了棚户区内 路上魏肖告诉我们 本来他们家是有房子的 可是为了给他爸爸看病便卖掉了 可即便这样最后也没能救治得了 而听完魏肖的叙述后 迷彩的表情更加凝重了 终于来到了魏肖现在的住处 他带着我和迷彩避开了一个个障碍物 终于进了低矮的屋内 然后我们便看到了在昏黄灯光下编织着竹篮的老人 也就是魏肖的爷爷 只见他的身边放着一根拐杖 一只腿无力地蜷缩着 而宝金风霜的脸上布满了皱纹 似乎生活的艰辛已经刻进了这个老人的骨子里 魏肖说明我们的来意后 腿脚不变的老人挣扎着要帮我和迷彩倒水 我和迷彩连连阻止 此刻我相信迷彩的心情和我一样沉重 所以他几乎第一时间便从手提包里 拿出了一打钱给了老人 并表示有什么困难尽管和他开口 老人连连道谢 可是靠阶级去生活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而魏肖还小 根本不能为这个家庭做些什么 我和迷彩陪魏肖的爷爷聊了一会儿后便离去 走出彭户区的路上 我们却因为沉重 谁都没有开口说话 直到我坐在了他的车上 才对他说道 你能接近他们一时 也不能接近他们一辈子呀 我觉得与其给他们鱼 不如给他们一只可以钓到鱼的鱼竿 迷彩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你是有什么想法吗 看你愿不愿意了 迷彩看着我 神色很认真地说道 只要能帮到他们 我肯定愿意的 我稍稍酝酿了一下 对迷彩说道 嗯 魏肖的爷爷会手工编织 也是一门手艺 我觉得可以把他编的东西包装成产品 然后去你们卓美设柜 这样不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了吗 第130章 在我提议将魏肖爷爷做的手工品包装成产品到卓美设柜后 迷彩面露思索的表情 半上向我问道 有更具体的想法吗 我的构思是在商场里画出一小块地方 能够放一个展示柜就行 用来陈列产品 然后再动用媒体的力量 对这件事情进行报道 这么做的好处有三个 一来可以提升你们卓美的美誉度 毕竟这件事情带有公益性质 二来也多少能吸引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三来就是实质性的帮助他们爷爷孙俩了 我相信这么大的城市里 总会有爱心人士愿意花一些钱去买这些手工品的 要求不高 只要能维持他们的生活开支就行 这个另外我建议可以在展示柜上方安装显示器 找专业的制作公司 做出几期专题片 利用显示器循环播放 让人们更直观的了解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 我相信以卓美的影响力 这件事情操作起来没有什么难度吧 我会尽快让人去操办这件事情的 你的这个想法不错 原本我还担心 担心你叔叔有意见 事情虽然小 但终归是不盈利的 他是一个商人 很排斥这样的事情 按照你的策划去操作 确实会提升卓美的品牌形象 他即便有意见 也提不出来了 迷彩的解释 让我更加的反感米仲德这个人 但这个世界上 真的不缺他这种为父不仁的商人 可这种人恰恰是最可怕的 此刻 我也能理解迷彩的心理交瘁 迷彩将我送回到了住处 我解开了车子的安全带 他却没有下车的打算 我疑惑地问道 魏燃没回来 你今晚打算去那边住吗 我还得去上海 我答应了魏燃会回去的 这都八点半了 不至于吧 上海也不远了 一个小时就到了 尽管有些不放心他疲劳开车 但却知道 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 我是拦不住他的 而且我也没有正当的理由 阻止他赶回上海和魏燃约会 终于带着些失落对他说道 那行吧 你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啊 嗯 我又看了他一眼 心中还期盼他能改变主意 可是他的表情告诉我 上海他是回定了 于是我打开了车门 准备下车 却不想这个时候的迷彩 一阵咳嗽 好像是感冒了 能不感冒吗 本来体质就差 这么冷的天还穿着如此单薄的商务装 跟在我后面跑来跑去的 你感冒了 没事 有事 你给我下车 这都感冒了 注意力化散能开夜车吗 我坚决地说道 但却不庆幸 这是上天赐予我的机会 我更担心他的安全和他的身体 可是 别可是了 要是魏燃连这个都不能理解的话 我现在就去上海抽他个小海龟 你能不能别这么粗鲁 我不理会迷彩的抱怨 摸了摸他的额头 隐隐又发热的迹象 于是更坚决地说道 下车 迷彩还在犹豫 你是不是要我抱你下来啊 你敢 迷彩显然忌讳这种亲密的肢体接触 我不强人所难 便看着他 给他最后的机会 让他自己下车 却不想他还在犹豫 我当即打开车门 跳下了车 为了防止迷彩将车门锁死 冲刺着跑到他那边 拉开车门 不给他挣扎的机会 顺手拔下了车钥匙 又解开了他身上的安全带 一把将他从车上抱了下来 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没有一点拖泥带水的 你干嘛呀 迷彩惊慌失措中 扯住了我的衣领 回家 给你治病 又一脚 将打开的车门给踹了回去 我原本以为迷彩会让我 将他放下来自己走 却不想他忽然便不挣扎了 也不吱声 好似等我将他抱到楼上去 此时我以一个很别扭的姿势 抱着迷彩 极其费力 便和他商量 换个抱姿吧 要不然 我背你上去 不换 迷彩说着 死死搂住了我的脖子 于是我就这么打肿了脸 冲着胖子 保持着原有的姿势 抱着迷彩向楼道处走去 我靠 你怎么这么重啊 我在抱怨中 盘山地向上爬着 每上一级台阶 都好像用了吃奶的劲 虽然女人很在意别人说自己重 偏偏迷彩不在意 她依旧保持着沉默 而这种沉默 源于绝对自信 她的身材 是完美的 其实 此刻就算抱着是一个孩子 在这种别扭的姿势下 爬上五楼 也是吃不消的 于是我越来越崩溃 可又不想丢掉了男人伟岸的形象 咬着牙继续向上爬着 却感觉自己的脸越来越肿了 我终于将迷彩抱到了五楼 手酸胀的 好似不是我自己的 她却没有下来的打算 我不得不提醒她 到 到了 你该下来了吧 却不想 她原形毕露地对我说道 让你再占我便宜 累死你 你 你怎么这么 你儿坏啊 赶紧地下来 我真扛不住了 你得和我保证 下次别再占我便宜了 别 别用占便宜这样的字眼 行吗 你又不是我男朋友 你这么抱着我 就是占我便宜 哇靠 真新鲜 我 我占你便宜 你还这么死 赖在我身上 不下来干嘛呀 反正已经被你占了 索性给你长点记性 我刚想回话 却不想房门忽然被打开 然后便看到了板爹 站在了我和迷彩的面前 我和迷彩 几乎同时本能地松开了对方 极度的震惊中 破天荒地没喊他板爹 爸 你 你怎么来了 板爹 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身边低着头的迷彩 半上说道 出差 你来怎么也不给我打电话呀 怕打扰你工作 正好钥匙你放在门框下了 极度的窘迫中 我总算还有一点理智 随之疑惑 为什么板爹来苏州 就认定了我还会住在这里 难不成他真以为 我是为了迷彩才回苏州的 再看看身边的迷彩 朦胧的楼道灯下 他的脸红得像苹果 想咳嗽 还拼命忍着 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